近日,岳云鹏孙岳参加2023年央视相声小品大会的消息,引起许多网友的关注。 看到岳云鹏再次登上央视的舞台,让不少的网友感到高兴,同时也有不少网友发出调侃。 岳哥今年签保密协议了吗?在相声小品大会上,会不会像去年的春晚一样给大家带来惊喜?要是能变个烧鸡,那效果就更加炸裂了。 不知道今年的春晚节目岳云鹏准备好了没有?毕竟在之前的节目中,萨贝宁就透露岳云鹏2024年的春晚节目已经准备了半年。 你给明年春晚写的作品不都写了半年了吗?已经。是已经半年了,但是还没写出来。 当然对于岳云鹏孙岳能够参加相声小品大会,网友们也并不意外。毕竟岳云鹏孙岳也是参加过多次春晚的人,对于央视这个平台,岳云鹏也是非常的熟悉。 在之前央视节目你好生活中,也有岳云鹏的身影,也有网友表示非常的期待,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播出。 但据了解,每年的相声大会都是在大年初三,在央视三套播出,不得不让大家期待。 今年的新年有盼头了,也期待岳云鹏孙岳能够在相声小品大会上有精彩的表现。 从一个农村小伙到如今的家喻户晓,岳云鹏的成名之路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。 但看到如今岳云鹏的表现,不得不让人觉得难怪岳云鹏会火,无论是对待粉丝的谦和,还是在节目中的表现完都非常的低调。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,怕是岳云鹏也会非常的忙碌。 不但有央视的春晚,还要参加央视的综艺节目。 除此之外,岳云鹏长沙相声专场也要即将举办。 再加上德云社的团宗怕是岳云鹏要忙的飞起,期待岳云鹏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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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